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国务院新闻办邀请的境内外记者采访团开始采访发生在当地的打杂抢烧事件 中国公安部通报南航307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 犯罪嫌疑人及相关涉案人员已被警方抓获 你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6号晚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 来看报道 关于台湾问题 胡锦涛赞赏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多次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反对台独 反对入联公投 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 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明确立场 胡锦涛希望中美双方继续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共同努力 胡锦涛表示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恢复两岸协商谈判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我们期待两岸共同努力创造条件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关于拉萨最近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 胡锦涛指出 这次事件并不向达赖集团标榜的是什么和平示威 非暴力行动 而是赤裸裸的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对于这种严重侵犯人权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活动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管 胡锦涛强调 中国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 我们一直以极大的耐心保持着同达赖方面的接触 只要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 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 特别是停止目前在西藏等地 煽动策划暴力犯罪活动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 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愿意同它继续进行接触商谈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中国国务院今天召开 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 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 温家宝指出 国务院在对当前形势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 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 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 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 采取再增加农资综合植补 再增加两种补贴 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延长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全免通行费政策 加强农资和农产品市场调控等十项重要措施 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在毛利塔尼亚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当地时间25号下午会见了毛利塔尼亚总统 希迪·穆罕默德·阿卜多拉西 李长春首先转达了胡锦涛主席 对阿卜多拉西总统的亲切问候 他说中毛两国虽然相距遥远 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牢固的 我们一踏上贵国土地 就沉浸在中毛人民的友谊之中 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毛利塔尼亚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此前我和民主与发展全国同盟主席瓦格夫 政府总理载丹等进行了会谈 就发展中毛政党交往 深化双边经贸合作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 中毛同属发展中国家 在维护民族独立实现共同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 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我们重视中毛友好合作关系 愿在双边和中非合作论坛 矿架内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努力拓展双方在能源 矿产电信 农业 基础设施 以及科教文位等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李长春还积极评价毛利塔尼亚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 赞赏毛利塔尼亚为促进非洲国家合作和阿拉伯世界团结 所做的贡献 阿布杜拉西感谢胡锦涛主席对他的问候 并请李长春转达他对胡锦涛主席的良好祝愿 他说 李长春访问毛利塔尼亚 并就发展双边友好合作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这对毛利塔尼亚全体人民来说是一个特大喜讯 建交43年来 毛中有意 历久弥新 中国参与毛利塔尼亚的卫生 文化 农业 渔业 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建设 给当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象征着毛中有意的标志性建筑 在努瓦克肖特到处可见 毛利塔尼亚人民铭记在心 毛方将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断深化双边合作 努力推动非洲友好 阿布杜拉西还表示 将大力支持毛中两国的政党交往 当天下午 李长春在毛利塔尼亚民主与发展 全国同盟主席瓦格夫 以及多位政府部长的陪同下 参观了中国援建的努瓦克肖特友谊港 当天晚上 李长春还看望了 中国驻毛利塔尼亚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代表 和中国援助毛利塔尼亚医疗队的代表 当地时间26号上午 李长春圆满结束 对毛利塔尼亚的正式友好访问 离开努瓦克肖特时 毛利塔尼亚民主与发展 全国同盟主席瓦格夫 以及中国驻毛利塔尼亚使馆工作人员 中资机构代表等到机场送行 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希腊境内传递 今天进入第四天 要途经七座城市 是在希腊境内形成最繁忙的一天 我们来看记者发挥的报道 北京奥运火炬希腊境内的接力活动 27日进入第四天 按计划 奥运火炬手将经过10个半小时的接力活动 抵达当晚的终点站 这也是希腊境内的火炬接力活动中 历时最长的一天 当地时间27号上午9点半 北京奥运会火炬 从27号的第一站维里亚出发 很多市民早早地来到市中心广场 参加火炬出发仪式 他们手持希腊和中国国旗 大声喊着中国中国 27号的第一位火炬手 是一名手球运动员 他非常期待将来能到北京参加比赛 火炬从维里亚出发后将经过 纳乌萨 斯基德拉 埃泽萨 吉安尼塔萨 派拉 抵达海滨城市塞萨洛尼基 这是北京奥运圣火 在希腊境内形成最繁忙的一天 要途经七座城市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 除了在火炬手之间的传递之外 还有一段特殊的旅途 在每个城市之间 圣火是用移动火炬车来进行传递的 我们的前方记者26号 紧紧跟随移动火炬车 拍摄下了圣火在雪山之间传递的宝贵画面 当约阿尼娜的最后一名火炬手 点燃固定在移动火炬车上的圣火盆时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 就开始了它的特殊旅程 3月26号的传递 要经过品都斯山脉的米斯特利雪山 移动火炬车搭载着圣火 在雪山之间穿行 我现在是从约阿尼娜到维里亚的山路上 那今天对于奥运圣火来说 是一次不寻常的旅程 因为它翻越了白雪矮的米斯特利山 也将奥林匹克的精神 带到了圣洁的雪山 那我们看到现在奥运火炬车呢 还在继续前行 为圣火保驾行的是一个 多达十几辆车的车队 其中包括开道的警车 希腊电视台的摄像车 救护车 消防车 轻账车 以及希腊奥委会的官方用车等 为了拍摄到圣火过雪山的宝贵画面 我们的记者车也行进在车队中 紧紧跟随着移动火炬车的脚步 希腊的警方对中国的记者非常友好 给了我们一些特权 在圣火翻越雪山 穿越隧道的时候 我们的车辆被允许与火炬车并驾齐驱 拍摄到了这样一组珍贵的画面 从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中采集到的北京奥运会圣火 在洁白的雪山映春下 投放出圣洁的光芒 从约阿尼纳出发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移动火炬车到达26号火炬船地的第一个途径城市 没所握 在火炬手点燃手中的祥云火炬后 移动火炬车也得以暂时的休息 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呢 正在小镇没所握传递 那我们也找到了这辆移动火炬车 那据我们了解的这辆火炬车呢 是由车内的煤气罐来提供燃料 在每两个城市之间的时候 这辆火炬车就担负起了运载奥运圣火的重任 可能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在每一名火炬手将圣火传递完毕后 就有一位工作人员 抛出这样一把具有中国特色图案的钥匙 将祥云火炬关闭 据了解 这位老人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 曾经完成了多达29次的全程马拉松比赛 他告诉我们 这把钥匙就掌控着祥云火炬的开关 在完成了火炬传递的历史使命后 为了安全起见 祥云火炬就将被关闭起来 不再有燃烧的可能 在每天的奥运圣火抵达最后一个城市的时候 移动火炬车也就暂时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 在喧闹的庆典仪式之后 奥运圣火又将开始它新的旅程 3月24日 奥运圣火在雅典点燃 和平进步和谐发展的人类梦想 将随圣火在全球传递 延续130天的激情 把更快更高更强的信念在北京凝聚 点燃激情 传递梦想 中文国际频道直播报道 敬请收看 继续来看新闻 对于3月14号发生在拉萨的打杂抢烧暴力事件 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失实 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 3月14号 拉萨发生打杂抢烧暴力事件之后 一些西方媒体违背专业准则 发出失实报道 误导舆论 引起了中国民众强烈不满 3月17号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上刊登的 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中 用的照片上是西藏公安武警与医护人员 将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 而该网站对救护车上醒目的急救二字 视而不见 图片说明只写了在拉萨有很多军队 这样断章取义的做法 也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网站上 17号 该网站关于西藏事件一篇报道的图片说明是 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 照片上是所谓的军车向两名平民使来 而原来照片上有十多名暴徒 向这辆武警车辆投掷石块的右半部分 却以所谓剪裁需要被去掉了 同时 张冠李黛氏的失实信息 也多次出现的一些西方媒体上 18号 德国柏林晨报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群众的照片 硬说成是在抓捕藏人 德国RTL电视台在报道其所谓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时 屏幕照片中却是尼泊尔警察在抓捕抗议者 虽然24号 这家电视台网站在舆论的压力下声明承认这一错误 但是负面影响已经无法完全消除 对西方一些媒体这些不顾事实的错误报道 中国民众反应强烈 署名李华新的网民在文章中指出 一些西方媒体在拉萨暴力事件上如此多的失实报道是别有用心的 一直以来标榜客观的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很多时候带有偏见 而在西藏问题上一些西方媒体的偏见更多 有的甚至是承见 清华大学传播学研究员周庆安在对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经过认真的核查比对后认为 那些为照片加上完全与事实不符的说明 将照片按不可告人需要进行剪裁的做法违背新闻准则 使人形成误导性的认识 在27号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上 发言人秦刚指出 某些西方媒体对拉萨暴力事件的不实报道是一部反面教材 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际上有些人的真实面目 有记者问民间现在有一个网站叫ntcn.com 专门批评CN等一些外国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实报道 你对这个网站是否表示赞赏或者支持 中国政府是否向这个网站提供资金或者物理支持 秦刚说你提到的这个事情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 值得在座的媒体进行反思和思考 你问是不是有政府的成分在里面 你们应该看一看有的西方媒体的报道 这种现象难道还用中国政府去煽动吗 这完全是中国各界群众对这种不负责任 违反职业道德的缺德报道 予以自发的谴责和批判 拉萨事件过去了 我们的国家会更好 西藏会更好 但是拉萨事件留给中国广大民众一个遗产 它就像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国际上有些人的他们的真实的面目 它也是因为教材 一个反面的教材 它教育民众 教育了中国的民众 有些西方媒体所标榜的所谓公正 客观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由国务院新闻办邀请的境内外记者采访团 26号下午抵达西藏拉萨 并从27号开始采访发生在当地的打砸抢烧事件 赴拉萨采访团由21家境内外媒体组成 27号一早在拉萨展开采访工作 亲眼目睹打砸抢烧事件的藏医院院长站堆 首先接受了记者采访 当天藏医院门诊部以及门口药店 都遭到了不法分子的冲击 院方紧逼大门 才使院内病患躲过一劫 还帮助附近32名商户躲过袭击 大昭寺附近地区是3月14号 打砸抢烧事件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大昭寺管委会副主任阿旺取扎 向记者们介绍了寺院的历史 回答记者提问时 他表达了对314事件的看法 拉萨街头被打砸抢烧的店面 位于北京中路的乙纯服装店 摆放着5位遇难者的异象 这家店面在3月14号被不法分子先砸后烧 5名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女店员被烧死在店内 在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中 店铺被烧无家可归的民众 得到了拉萨救助管理站的及时帮助 他们向记者们描述了各自的经历 到3月27号 总共有801人得到了救助 这边吃住行医 全部我们政府投资 在这边给他们进行救助 在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中 有241名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 为保护无辜民众受伤 一人牺牲 在武警西藏总队医院 战士刘定伟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 这位刚刚年满19岁的年轻战士 在3月14号被布法分子用石头砸伤头部 然后臀部又被严重砍伤 你会原谅他们吗 会 为什么你会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受到达赖集团的鼓动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他们认清了达赖集团的性质 他们就会改正过来 这次境内外记者采访团还走访了 被烧毁的多处店铺银行 以及关押314事件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 等多处地方 实地了解在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 在3月14号的打砸抢烧事件中 拉萨很多公共设施遭受严重破坏 目前拉萨正在加紧维修被损毁的公共设施 我现在是在拉萨大昭寺广场 3月14号这里的很多公共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 我们在现场看到市政维修工人 正在对被破坏的绿化栏杆进行修复 据拉萨市政部门介绍 在打砸抢烧事件中 大昭寺广场的近百米绿化栏杆被不法分子推倒或烧毁 其他路段还有500多米长的绿化栏杆和4500米长的交通隔离栏也被破坏 在街头还能看到损毁的路面 两旁人行道上的踩砖也破损严重 据统计路面损坏面积近5万平方米 被砸坏和烧毁的路灯夺达1500多盏 记者在罗布林卡北路看到 市政人员正在加紧更换调试新路灯 路灯亮了晚上走到心里很踏实的 今天晚上咱们拉萨市的主要街道的路灯全部都亮了 其他被破坏的街道的路面栏杆 预计在三四个月之内 所有的公共设施就能够全部修好 中国公安部今天上午通报了南航307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 3月7号南航CZ6901航班在兰州中川机场紧急被降后 警方立即介入并开展调查 经过缜密侦查现已经破获此案 犯罪嫌疑人古扎利努尔·图尔蒂及相关涉案人员已经被警方抓获 古扎利努尔·图尔蒂是维吾尔族女19岁 3月7号他携带经过伪装可治击毁人亡的破坏装置 骗过机场案件人员登上飞机 实施恐怖破坏行为未遂 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警方调查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针对航空器实施恐怖袭击的案件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警方表示对各方面安全保卫工作有充分准备 完全有能力挫败任何恐怖破坏活动 26号晚由美国史密森尼学院组织 旨在向美国民众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化的大型系列活动 中国无与伦比的旅程 在华盛顿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 开幕式在武师锣鼓声中拉开了帷幕 史密森尼学院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和中国众伟大使周文仲分别至开幕式 他们表示希望通过这场大型系列活动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加深两国移民之间的挑战 来自国内以及华盛顿当地的文艺团体为开幕典礼献上了一台精彩分成的演出 这场名为中国无与伦比的旅程的大型系列活动为时三个月 活动形式包括讲座论坛表演和实地考察等 由美方主办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介绍中国文化的系列活动 这在美国还是第一次 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的史密森尼联系列活动 过去年纪尼联系列活动 我们也认为特别与所有的活动 与联系列活动 与联系列活动 这会是很有趣的节目 我非常有趣的在中国 我认为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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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的 新系北京祝福奥运 加拿大北京协会近日在多伦多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迎奥运图片展 这个特别的图片展吸引了多伦多不同族裔的人们前来参观 展出的全都是加拿大北京协会的会员们个人收集的珍贵精美的奥运图片 奥运邮票 不同国家发行的奥运纪念币 以及生活在多伦多的前国首门个人的图片 七年前北京和多伦多同为零八奥运的申办城市 北京能成功举办奥运会 让多伦多的华人华侨对2008北京奥运多了一份更为特殊的感情 北京协会还启动了多伦多华人祝福奥运签名仪式 把海外赤子们的一颗颗炽热的心带回北京带到奥运赛场 我们一致相信我们祖国的北京的奥运会一定能举办成功 我们也祝福北京奥运会举办顺利举办成功 我们在国外住了这么多年 但是我们心系北京 我们希望2008年的奥运 中国进而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还世界一个奇迹 今年是奥运年 我希望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奥运会金牌的第一名 26号美国国务卿赖斯与到访的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环举行了会谈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双方联合敦促朝鲜尽快全面准确地申报其核计划 赖斯说在朝鲜全面申报核计划之后 朝核问题就能够进入下一阶段 朝鲜之所以迟迟没有申报 争结在于其不愿意讨论任何核技术转让 以及油浓缩问题 根据美联社透露 赖斯所说的症结是指 去年9月份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的秘密核基地 美国对朝鲜在叙利亚核计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怀疑 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此前曾经强烈要求朝鲜澄清其一切海外的核合作 根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去年10月份签署的共同文件 朝鲜应该在2007年12月31号之前 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整准确的申报 同时美国应该根据朝鲜的行动旅行期对朝鲜的承诺有关各方将向朝鲜提供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 但是由于朝美在核计划申报问题上存在分歧 共同文件的协议一直难以得到落实 路透社26号援引韩国农村经济专家的话说 受到持续不断的洪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如果韩国和国际社会不向朝鲜提供援助 朝鲜将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表示 韩国正在和有关各方密切协调敦促朝鲜申报集合计划 并履行对朝鲜的援助承诺 以促使六方会谈能够恢复举行 来看一组简讯 韩国统一部27号发布新闻公报说 应朝鲜的要求 韩国于当天撤回了常驻开城南北经济合作协议事务所 所有11名韩国政府官员 韩方对朝方所采取的措施深感遗憾 韩国统一部长官金夏忠19号说 如果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 难以继续扩大推进开城工业园区项目 朝方对此表示不满 随后口头要求韩方人员撤离 哥伦比亚军方26号宣布 在哥伦比亚最大的反政府武装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据点附近 缴获了至少30公斤的放射性物质油 目前专家正在对这些物质进行具体的化验和技术分析 军方称这是第一次有证据显示 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拥有放射性物质油 印度塔塔汽车公司26号发表声明说 该公司已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达成协议 出资23亿美元收购福特旗下的捷豹和路虎两大品牌 根据协议塔塔公司在完成收购后 将继续从福特采购发动机 而福特公司则表示 会继续向塔塔公司提供技术帮助 2011年后 这两大品牌的工厂可能会迁往印度 意大利卫生部16号说 在130家接受检查的奶酪工厂中 有25家工厂的牛奶和莫扎里拉奶酪的 二厄英含量超过欧盟标准 当局已经对向这些奶酪厂提供生产原料的 83家养牛厂实施隔离 莫扎里拉奶酪是制作上等披萨饼必不可少的原料 日本和韩国已经暂停从意大利进口这种奶酪 市区政府反驳